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醫療突飛猛進到什麼程度呢 保證讓你驚掉下巴 好辣軍團 曾經遇過哪些難纏的疾病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懿 身為婦女同胞 最害怕的就是 因為在台灣 罹患乳癌是婦女同胞的癌症第一名 而且在全球每20秒 就有一個婦女得癌 那個乳癌 是 我自己切身就有一個親人 他罹患乳癌的時候 我們還跟他肯談說 你一定要化療 因為他自己是在做健康食品 他就堅決要靠健康食品 跟地方的醫療 對 結果就沒有去看醫師 結果會坐在手 腫得像麵包一樣 痠起來 那後來他就沒辦法 受不了就去化療 化療隔了兩年他就走了 那就是沒有當時發現的時候 去相信醫師 然後包括我媽媽自己就是 也是乳癌患者 但是我覺得以前聽到癌症 會覺得很害怕 但其實現在癌症的治療方法 對 就是非常的多 而且他很精準 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一個型號 所以其實我媽媽那時候 治療的時候就是 術後非常 而且他也不用切掉乳房 他只要拿掉就是裡面的 不好的東西而已 對 還有什麼標靶 對 然後標靶化療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現在就是 活得非常的健康 但是要相信醫師 對 其實我看我們醫師好了 知道這四年來 我們一直在灌輸大家的觀念說 其實女性的乳癌 甚至婦女病 已經不是那麼恐怖 因為我們治癒率非常高 台灣還有洗腎率成功率很高 對 有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台灣醫療是全世界有名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出國玩的時候 有遇到澳洲人或是歐洲人 你知道我來自台灣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天啊 你們台灣醫學超棒的 真的 我們有一個醫療很好的人 然後他就是跟我們講 他就說因為他有個弟弟 還特別就是來台灣實習 就是他澳洲人 然後他弟弟特別來台灣 就是學習台灣醫療 然後那時候才知道 因為自己不覺得 對 因為平常就是用得太平凡了 然後你那時候才覺得說 天啊 我們台灣醫療是世界有名 對 每個人從全世界回來 喬不 都該該叫 當地的醫療又多貴 多麻煩 又拖時間 台灣是最好的 珍惜我們的醫療職業 尤其我們常常講 好好保護自己 努力賺錢 因為 你可以活很久 因為你拖得越久 這樣醫療會更發明 對 因為醫療是日新月異的嘛 你能拖過這幾年 會有多加活十年 所以大家珍惜身體 要珍惜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醫學進步 這過去難解的疾病 剛剛聽到了 都有很多精準的治療方式 來 請看 醫學超精準 棘手的疾病也不難搞 基本上現在像瓜哥你講的 這個乳癌 以前都認為是 但是現在乳癌真的是進步很多 甚至因為分子一些的進步 第一期裡面也在分型 那用這種免疫染色就分成 第一個叫做管腔型A 再來管腔型B 還有大家在關心的 用標靶的核兔陽性 還有一個大家也滿棘手的 這個三陰性 那現在各個不同的亞型 治療都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講 這個核兔陽性 因為大家都現在關心這個標靶 核兔 以前护化力很高 算是惡性度高的 但是現在因為有這個 細胞表面有這核兔過度表現 然後用這種單株抗敵 或者它的這個訊息傳遞裡面 把它抑制 那它這個癌細胞就被殺死了 而且這個像導向灰彈一樣 不會去殺到這個正常細胞 所以這樣就是叫做標靶 就是有靶心 那對著靶心打 正常細胞就不會去受到波及 治療起來就高達百分之八十的 這個治癒力 那再來呢 以前會容易再花 現在也比較不會再花 我以前差不多在十年前 那時候 剛剛有這個標靶的時候 那它這個健保還沒有幾戶 那一花就將近一年要 差不多將近一百萬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 後來就因為這樣之後 到兩年後 所以後來就往生了 那這幾年我們健保已經幾戶了 有另外一個病人 那這個才三十幾歲 他是第二期的 淋巴轉移有兩顆 那他就同時用化療跟這個標靶 打了差不多將近六個月 然後往後就只有用標靶 那這樣做起來以後就很順利 那後來他三幾歲 又再生第二胎 那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你看這樣就是一個傲人的成績 再來就是講到說 我們現在進步的 就是說你開刀以後 有時候要幾步切嘛 怕幾步再再花 做放射線治療 那以前就是要做 二十四到三十次 現在有時候比較簡單的 小的 抑或比較好的 可以在樹中就把它做放射線治療 那就只有一次就好了 這樣免得來回奔波 那這個也是一個進步 對 這個是我講到第二個 還有第三種進步 是像這個叫做 不用開刀的冷凍治療 比如說你有一個腫瘤 那年紀很大 那開刀要麻醉有這個危險性 那現在有一種就是說 你在超音波下把它定位 然後像那個亥雅 可以冷凍到四十度 甚至於到八十度 那這時候這個癌細胞 就被凍著一個 像一個球一樣 叫做 然後再經過三四十分鐘以後 又把它解凍 那這個細胞 因為這樣一凍再一解 它細胞就死掉了 那這樣就每年再開刀 那旁邊的正常組織 都沒有受到佈局 當然這個有一個界線 比如說它這個癌細胞 比較靠近皮膚 或者過大你就不要用 還是有它的這個 釋陰症 這個是這樣 那進步其實很多 我再講一個這個進步 就是說這個三陰性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三陰性的細胞 也是癌細胞的一種 叫胸門的 我們就好像是恐怖分子一樣 那這種胸門的呢 它也許它吃這個葡萄糖比較多 它就是靠這個糖節來幫 那這個葡萄糖多的 我們現在有 我們台大的團隊 跟這個國務院的王彥氏 發明了一種叫做 在這個如果是癌的生長因子 這個很難唸 叫做 這個是一種癌生長因子 癌一長就很快長得很大 特別是已經轉移至於 它就很多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一種 一直可以抑制它 那抑制來以後它就 這個生長因子不見了 它就不長了 那這種叫做 難唸了 沒關係難唸是難唸 藥效好最要求 對 對 這個難唸的這個抑制劑 就抑制了 它就不能再去吸收這些葡萄糖 激胞之後自然死掉 就不會成長 這種抑制的東西 再加上配合一些藥 化療一樣 哇 那神效了 所以現在這個老鼠做了實驗以後 結果都消掉 所以我們現在展望這個 大概是一個對三明星來說 是一個 這是最新的技術嗎 這個可能拜起一個明內之心 他聽到這個乳癌啊 整個活存率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加起來 還有 你看到沒有 甚至於第四期轉移到 肝臟 肺臟 骨頭腦 還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奧人的成績 我們台灣根本 跟歐女都同步 沒有輸他們 這個是 但是你要肯相信醫師治療 真的 有的是自己治療自己 去找偏方 對 什麼心靈療法 還有山淑公司審婆跟你講的 所以最後出事情 再去告你也來不及 對啊 天荒啦 民俗療法啦 還有什麼怎麼樣說 去貼一個高藥就好了 哪裡那麼 但是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的標靶 比以前又更進步了吧 不是 我可以這麼講 過去都是用化療 這種化療的藥是 可以殺死癌細胞 但是對於正常細胞 也會殺死癌 對 正常細胞裡面 如果分類快的 像頭髮啦 骨髓型 消化到的年末細胞 這個就會被波及 所以這些人 就有時候會掉頭髮 會白血球降低 甚至於噁心 嘔吐 拉肚子 就是這樣來的 而且這個不要把這個 受體啊 有時候有兩個這個區域 叫做 英文講不太厲害 就是有兩個區域 怎麼你唸的東西 你都這麼難唸 對不起啦 就是這兩個區裡面 他把它塞住了 有時候他又跑這一條路 你又要把他塞 所以現在有叫做雙標靶 而且現在很厲害 你這個單速看 你把它來這裡接住癌細胞 對不對 他還帶了一個化療的藥 在這旁邊 然後才進去裡面 那這個化療藥 就不會去傷到症癌細胞 所以標靶就是這麼厲害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問 因為媽媽那個時候 這邊十二公分的 十二公分的瘤 腫瘤 那亞東醫院的副院長說 不要開刀 不要讓你媽媽去受 去挨這一刀 那媽媽就堅持要開刀 他說沒關係 開刀總有 因為醫生那個時候說 大概就一年多兩年 媽媽就差不多 可是媽媽求生醫師很輕 對 他說沒關係開 不管怎麼樣就開 然後那個副院長就說 好 我們明天就開 那他聽到標靶的時候 我跟醫生聊 因為非常貴 那是2008年的時候 非常的貴 我媽就說不要 我很慶幸我媽她很堅持 聽醫生的 她完全不要去採用健康食品 或者是其實民俗療校或是什麼 她非常堅持說 所以她完全沒有標靶 都沒有做 她有做放射線的治療 然後有做化療 大概十個月 她等於做了三個療程 然後一年兩年五年檢查 通通都沒有 完全都OK了 那我很難過的是 我的前前經紀人 她也是乳癌 她一聽到標靶 她們家人說用標靶 因為她們那個時候說 標靶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她會針對癌細胞的 壞的細胞直接去殺 可是她跟我媽差不多 她也是七公分多的 也是左胸 對 狀況都差不多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前兩個月都沒有問題 可是第三個月開始 有感覺有抗藥性 結果不到一年人就走了 標靶也有她的極限 有時候有抗藥性 對… 但是她這個屬於特例 一般來講都是會有反應的 我剛才講她有兩個漆液 你這個漆液把它塞住了 她會往這邊到 高速公路不通的 她往國道 神道 鄉村自治道 所以你兩道都要把它塞 所以現在才有 全世界都沒有百分百的 對… 會有意外的運氣非常不好 有抗藥性 對 或者她的體質比較弱 或者她這個治療當中 有時候有 心臟病的事情 或者有其他的肝腎的毒性 這個我們都還是要考量 是…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